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去世时也葬于此 很多网友好奇皇家墓穴有多大 能葬多少人 什么时候见的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圣乔治教堂皇家墓穴 皇家墓穴位于英国温沙地区的圣乔治教堂下方 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皇家成员的最后安息之地 传统上皇室成员通过圣乔治教堂地板上了一个开口 进入皇家墓穴位于温沙地区的圣乔治教堂 下方皇家墓穴实际上就是一间地下室 在1804年到1810年间 应乔治三世国王的要求建成 据MIRROR报道 地下室是一个7米乘25米的石坡房间 石墙设计有额外的架子来放置棺材 还有资料显示 该墓的大小是8.5米乘以21.3米 沿墙两侧可放置32具棺材 中间可放置12具棺材 地下墓穴最初用没有灯照明 20世纪后改用电灯 地下室入口处有一个石台 放置着一位刚去世的皇家成员的棺材 在帐里上 皇家棺材从圣乔治教堂移入 通过地板上的一个开口 也就是祭台 在通过电动升降系统进入下方4.8米深的走廊 然后棺材被移动通过一条15米长的地下走廊 然后被带入地下室 皇家墓穴作为皇家的私人房间 不向公众开放 该家族已在该地点埋葬了25名成员 其中十人是前君主 目前被埋葬的人包括 乔治三世的小女儿 阿米利亚公主 死于1810年 是第一个被安置在墓穴中的皇室成员 虽然皇家墓穴没有冷藏 可防止潮湿并减慢 分解速度 安藏在这里的皇家成员并不一定长眠于此 例如乔治五世国王的棺材在地下室中放置了几十年 然后被移到圣乔治教堂上方 安藏在他的妻子泰克玛丽旁边 而乔治六世国王的棺材在地下室等待了17年 然后在1969年被移到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 据说皇家地下墓穴也不是丽莎白二世女王永久安息的地方 她的灵鹫将暂时安放在这里 等待在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安葬 近几十年来 在合适的墓地可用之前 地下墓穴作为王室成员的临时休息场所 发挥了重要作用 好了 这一期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